好 宣布開會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下午議程是民政部門的業務報告 與質詢 首先由民政部門各單位 簡單二要十分鐘業務報告 報告後 由民政委員會的議員 進行質詢 每月議員發言二十分鐘 還有在開會期間 如果各位首長要記方便的話 就可以自行禮器 方便往經速回來 首先我們就請秘書處 陳處長做業務報告 以及各科市科長做個介紹 請 主席還有議員先生小姐平安 首先很榮幸帶領秘書處的主管 到大會 進行本處最近的業務績效報告 那我首先先進行秘書處的新任主管的介紹 首先是我們總務科的張富豐 張科長 第二位是我們文書科的劉慧鈞 劉科長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從秘書處從七個面向來跟大會報告 秘書處近期的一個工作績效 首先在讓事件看見高雄的部分 高雄在這個觀光還有招商榮雨產的積極向外行銷上面 直接的提升了高雄在國際的能見度 所以我們在短短的從三月到八月期間總共接待了47團的訪兵到訪市府 總共有423的以官司方式到訪高雄市政府 那包括了我們各級的駐台的大使 還有我們遠從各國來的這個知識縣長 那從2009四運到2013亞太城市高峰會到2015的全球港灣城市研討會 到今年我們成功舉辦的這個2016全球港灣城市論壇 高雄市的國際化的步伐持續而穩健 那今年在港灣城市論壇期間秘書處主辦了17場的觀世拜會跟6個姐妹室的接待 我們更為這個姐妹室澳洲布里斯本洽辦了在跟高雄在地商界交流的商業洽談會 讓我們這個姐妹室的班儀更往一個實質交流的方向發展 然後秘書處呢也積極的跟這個外部組織來合作 我們爭取了跟澳洲駐台辦事處的合作這個可倫坡計畫 我們鼓勵高雄的在地大專院校積極的爭愛 體驗爭取這個澳洲年輕人到高雄學習或短期停留 那我們也和我們的外交部的國際合作交流經濟會合作在四圍的四府中庭 展出了這個台灣在國際合作交流的成果 這所有的努力就是為了讓高雄在國際的角色當中不缺席 那高雄跟日本的很多的縣市都交流密切 其中以長野縣 雖然它並不是我們姐妹室 但是它在跟本市的交易交流成效非常的明顯 那所以我們今年繼續簽訂的這個交流合作備忘錄 那明年這個交流合作備忘錄 當然將是以教育跟觀光為主題 那明年長野縣內的松本市也預計將會有包機直行 我們高雄可見這個交流備忘錄是有實質的一個效益 那我們本週末也才剛進行完畢了 我們跟農業局合作北上參加這個亞太文化日 我們以這個我們高雄很特有的農業物廠觀光 希望來帶動跟吸引我們亞太區的朋友來訪跟合作 那有以上的努力上面 經過這幾年高雄在這個城市外交上的努力 高雄目前在整個國際上共有14個是由叫爾秘書所主軸的 這個MOU的簽署 那我們目前已經有29個姊妹市跟友好城市的一個幫儀 那再來讓事件看見高雄的部分 這段時間半年內高雄在城市外交上面有非常突破性的成長 我們跟日本的商業行線還有秋田縣 寄結的以時級交流為前提的合作備忘錄 同時我們也簽訂了第29個姊妹市巴拉馬 這是繼上次的第28姊妹市馬列市 是三年來第一個突破簽訂的姊妹市 那不管在日本或在台灣講到熊本講到高雄 講到熊本一定想到高雄 想要高雄一定想到熊本 那我們跟日本熊本的季區因為有直行 所以我們帶動了非常實質密切的交流 近期更加因為他們4月這個熊本季政 我們高雄市政府是季一個率先發起捐款的 那6月我們的本市議會在議長的帶領之下 跟高雄市政府還有台南市政府共同組團 訪問這個熊本 那高雄熊本直行成為 這個班機成為熊本第一條 第一條複航的國際航線 這個因天再而來的這個互相的資源 鼓勵讓我們這個三方三層的關係更加密切 讓我們也確定高雄跟熊本縣熊本市 將在明年完成這個三方共同友好城市的簽訂 更加實質的帶動我們三方之間 教育觀光還有農業物產方面的交流 那10月底的時候我們也與荷蘭代表出 合作辦理這個創新產業論壇 那我們更加特別的是我們由市長跟荷蘭代表 共同簽訂這個護送青年學子至雙方產業實習 合作備忘錄 讓我們這個國際化以及創新產業 真正的影響了高雄這個城市人才的培育 那釜山高雄目前有28姊妹市 那釜山是高雄的第二個姊妹市 今年滿50週年 那上週也在城市長的率團前領 率團前往參加釜山市政府所舉辦的紀念酒會 那秘書處我們更加邀請了相關局處 包括我們農業局、海洋局 還有我們觀光局跟金發局 共同前往舉辦了高雄農與物產觀光的推廣會 我們希望不只是一個晚上的紀念 希望雙方城市間有更實質的交流 那我們這次廣邀韓國、釜山各界 更加實質的認識高雄 那這個活動相當成功 在紀媒體的報導相當的多 然後也被譽為近年來在釜山 當地最大型的一個台灣活動 那我們希望說這是50年是一個起點 讓雙方的城市更加創造更多雙贏的機會 那接下來維護公務環境的安全跟保障我們洽工市民 跟辦公同能出路平安 這是秘書處的基本使命 所以我們在已經使用超過20年的四圍行政中心 跟鳳山的後洞行政中心 這半年來陸續完成的這個外牆 外牆這個磁磚的檢測跟電梯的檢測 那為了營造這個公務環境更友善更進步 我們重新在一些硬體的設備上更加的一個汰換 包括我們重新設計更專業更符合國際化的一個警衛服務台 還有在我們的四圍行政中心一樓、四樓、六樓 實驗性的設置的性別友善廁所 而十一樓的員工餐廳也正在進行全面的整修 所以我們希望在明年一月的時候可以重新對外開張 給我們的同仁還有民眾更加安全 然後明朗的一個用餐環境 那在公務環境友善化的部分包括在節能措施上 我們跟新發局合作設置的這個智慧節能管理系統 我們善用科技的方式來進行這個節能的預控 那四圍行政中心的公共環境的公共區域也全面 替換這個傳統燈管為這個LED的燈管 並持續我們我們持續逐步的繼續進行這個 四圍行政中心的中央空調的一個系統替換 用一個基本環境的品質的提升來 帶給我們洽工的市民還有辦公同人 更好的一個工作環境 那在一個建設管理上面 我們持續進行這個回收跟活化老建設空間 包括我們把回收回來的建設 就近郊遊這個在地機關進行綠美化 然後提升的市容也讓市民有更多的休閒空間 那我們也在成功一路上 我們把回收回來的空定 成功的出租給我們中央的駐高雄的單位 當作停車場的使用 這增加了高雄市庫的一個收益 那在智慧管理文書檔案的部分 我們持續逐步的進行這個市府府管檔案的一個交還局處 就近使用跟管理 那我們現在我們非常確定的知道說檔案就是市政歷史 所以秘書處也完成這個檔案的管理要點自訂 我們對各局處的檔案管理 自有一套符合專業的一個管理管考機制 所以今年六月開始進行這個檔案考核 希望這個市政歷史在一個正確的一個環境下做好保存 那在職工管理的部分 我們持續欲缺不補不新顧 那繼續精簡的本府的臨時人員跟職工的員額 那都有達到這兩位數以上的精簡比例 那同時也為了讓市府的人力它的分配更加公平 我們對少數非常非常少數機關的超額職工 我們將以媒合為原則 進行這個供需端的一個合一的一個移波工作 預部今年給完成 那在今天剛好在市政會議上 我們完成了這個104年度 高雄市府各局處的一個機優職工表揚 我們共計有20位來自各局處 在表現相當優秀的一個職工做表揚 那我們除了歷行的獎金跟獎牌的鼓勵之外 我們今年特別強調宣傳跟故事行銷 還有故事的表揚 所以自助了看見他們的故事 抓音提報道折業 那我們這個一生奉獻公務基層的同仁 他們的故事被看到 那也鼓勵了這個數目價值 那在多元消費者保護的部分 我們這隨著消保意識的一個普及 在各位在檢報上面可以看出來 我們各類的消費增益的諮詢跟調解 的建數均有所提高 那除了這個例行的諮詢調解之外 我們市府消保官也配合市府各事業主管機關 進行這個主動的查查 包括我們每逢年節進行的 例如說端午節的種植產品的一個查核 或是夏季的冰品 我們這個相關的查核的動作 就都依這個民生旺季 進行這個預防性跟預警性的查核 希望在民生消費上可以扮演更積極的一個 一個保護者的角色 那在每次除了這樣例行的一個查核 查查之外還有相關的調解之外 我們每次颱風之後 我們也請我們消保官 都主動的實力的查訪這個市場 了解這個物價的波動 跟是否有不法情勢 務必求這個消費者在封災過後 不要再受到另外一波 另外一種不公平的一個物價的剝削 那除了這個 在消費者的保護教育宣導上面 我們除了這幾年來 一直都在進行的機關學校 民營團裡的宣導之外 我們從今年7月開始 也透過本市的各區公所 辦理這個基層禮齡的一個宣導 預計在明年我們要完成38區 整個高雄市的一個消費教育議室的一個保護 一個宣導 然後我們持續跟這個財團法人 法律服務基金會來合作 對於深陷卡在族 給一些專業協助上的諮詢 那這部分持續在進行當中 那這半年之內有服務了119人次 那在員工價值極大化的部分 秘書處定位為服務性質的機關 我們定位在協助市府各局處的業務運作順利 共同推動這個市政價值極大化 所以秘書處最大的資產就是 本處的人力素質跟向心力 所以本處每年均自行辦理這個 內部的主題共識營 提升同仁的職場上的感情跟能力 進而提升本處的一個整體服務能力 最後秘書處的核心任務總共有5大核心任務 包括第一展現城市實力務實這個城市幫忙 第二行政空間在進步更親民 第三多面向的保護消費者深入相理 第四數位化的管理跟合理分配公務資源 五數位價值的專業化跟協助輔助市政團隊順利運作 秘書處將繼續秉持以上5大核心任務 繼續努力 那也請議員先生小姐繼續指教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秘書處的前處長 接下來我們請人事處的業處長 業務報告 主席召集人林議員 議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 理事先生 大家午安 很榮幸在貴會第二屆第四式定期待會 能夠列席報告人事業務非常榮幸 這邊首先要感謝各位議員 理事先生 對我們人事業務的支持 讓我們人事處的業務 多年來都能夠很順遂的發展 那進行業務報告之前 首先我要介紹我們的新任主管 就是我們基義科的科佩清科長 科佩清科長 好 謝謝 那今天的業務報告 我分三大部分來報告 首先第一項是業務執行成效部分 那業務執行成效是 從今年的三月到八月之間的業務支持成效 那我分八大項包括 精實組織結構 合理研究的控管 那在第一大項部分 我分為三大項來說明 再配合業務推展 調整組織編製部分 那我們為了活化人力應用 整定了美農及六規區護政事務所 成立美農護政事務所 減少主任一人 那第二 透過實證研究支持防疫策略 我們成立了高雄市登革熱源區中心 這裡面包括 訂定了登革熱源區中心的組織編制 另外也修正了衛生局的組織編制 修正了衛生局的各衛生所的組織編制 移波人力到我們登革熱源區中心來 那第三部分 我們因應兵役業務的檢縮 我們將兵役局由一級機關調整 為二級機關隸屬於本府的民政局 第四部分我們因應業務需求 辦理組織修編 其中包括修正的勞工局所屬 訓練就業中心的編制表 修正海洋局的組織編制等 一共有五個機關夠 那第二部分 在研理本市體育處未來的組織改制部分 那在貴會上會區有議員執行 建議我們研議將體育處升格為體育局 那我們市長也在總實行的 引諾說是否朝行政法人方向來研議 那我們為了辦理這樣業務 我們除了蒐集各相關資料之外 我們也請了原來台北市體育局的代理局長 到我們市政府來辦理這個組織改制經驗 專題演講跟座談會 另外我們也有本人帶隊到台北市政府 體育局去參訪 就體育局的組織編制 人力運用及體育教育的業務的分工等議題 做心得交流與經驗分享 那目前我們府裡面 包括我們研考會還有教育局 針對改制方面都已經有在研議當中 未來我們將會同教育局還有研考會 針對我們是否改制為一級機關 或改制為行政法人 它的未來的願景還有施政目標 發展車類部分進行了研議 那第三部分在管制原額總量尊解用人經費部分 我們在104年我們已經達到精簡9% 那我們10年以醫治人士會2%的方式 達到精簡11%的目標 那在第二大項部分 多元人力並進活化組織人力部分 我們在第一項 在我們市政府的人力簽調 我們都採內生外補來兼顧 那這個段期間裡面 我們外補了335人 內生了422人 合計757人 那在人才信用合一部分 我們定有高雄市政府儲備中階主管培育計畫 那這段期間到8月為止 我們升任主管的部分 在8等跟9等儲備人才部分 已經升任了297人 那在105年我們提類國家考試需求人數 一共達到470個人 在關懷弱勢權力部分 在禁用身心障礙人員部分 到8月份為止 我們已經禁用到 應該禁用1083人 那我們已經禁用到 1963人 禁用比例達181% 至於這個禁用原住民部分 到8月份為止 我們五列禁用應該禁用72個人 我們目前已經禁用250個人 禁用比例達347% 在拓展專業知識部分 我們為了強化人士人的專業能力 我們辦理了任本全省法規 及相關事務延期 一共有6個班期 另外對於我們市政府的新進人員部分 我們也辦理了感動服務 高雄向前行 105年新進人員公共服務 即市政建設的參訪活動 使我們本府的新進人員 能夠貫徹公共服務 新服務 新感動的精神 並了解我們市政重點建設 第三大項 全方位人力資源發展 獲值公務人力資本部分 我們為了凝聚共識力 我們破壞大高雄 我們辦理的首長共識影 除了安排我們新政府 產經政策的專題演講之外 並藉由本府跟桃園市 雙方行政團隊的交流跟互動 分享地方治理經驗 建立政治夥伴關係 另外我們辦理的九等主管 co-working 共識向前行 以加強本府建政第90等主管 跨級數合作能力 以及橫向連續溝通知能 提升市府團隊行政效能 及合作模式 另外我們也選送人才出國培訓 這裡面包括我們社會局的 長青中國服務中心的劉主任 還有我們財政局的張秘書 還有我們順便處的李處長 分別參加我們行政主團到日本 還有英國以及德國沿襲 第二部分在數位一起行部分 我們104年製作了溝通與行銷 以幸福三太子為例 數位課程參賽 在10年榮獲美國水平線互動多媒體獎項的銀牌獎 另外我們持續打造數位學習 跟我們人事行政總處地方研究中心合作 繼續牽連辦理異星煩濫 那我們合作計畫的名稱叫做 打狗一指通尋找美貨王計畫 讓我們數位力成為高雄優勢治理 轉型成為一化智慧城 另外我們也製作市政發展數位課程 來翻轉我們政策亮點的行銷 第三部分在創新多元培立深化核心職能部分 我們依據公務人合身職能需求 規劃訓練研究課程 本期辦理了234個班期 一共2萬7天多人參訓 另外我們更續辦理幸福高雄創新卓越 學習列車向前行 擴大在地化學習 本期辦理了189場場次的演講 另外我們也辦理了經典名人講座系列 開啟公務人的新視野 這裡面邀請包括邀請楊麗舟導演講演 機會在最難走的路 另外也邀請作家 郝廣才演講 腦力發電 打開創意的開關 等 那在發展潛力人才 來學習多遠風物部分 我們為了培育管理人才 我們辦理了出任見證主管人員的訓練 還有人事人員中階主管培育 還有我們中階主管培育班 八等主管班 另外我們國中小的校長儲訓班 還有我們國中小的主任儲訓班 那我們也開辦了專業認證課程 應用Mocus混層課程來上課 另外我們也辦理了管理及專業訓練 這裡面包括區公所的主管專員班 還有生態身心健康促進研習班 還有理幹事防疫溝通研習班 另外我們也提供我們本部同仁個人化的英語學習 至於這個產官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部分 我們跟高雄地區的大專業校合作 我們提供了暑期實習專案 另外我們也發行了政策與人力管理的專業期刊 另外我們也發行了人事電子報 第四大項在提升性別友善度 落實性別主流化部分 我們提高女性主管的比例 促進女性參與決策 到8月後來為止 以及單位主管女性的主管比例達47.7% 那第二部分 為了使性別主流化的意識 融入各項重要政策 並納入性別觀點 我們針對不同職務位階的公務人員 施以各種性別意識研習課程 到8月份為止 我們一萬三千多人次 完訓比例達80% 另外在積極整備金星獎部分 我們在8月神社行政院姓評處 及專家學者曾經組團 到我們四五臺實地訪評 那對本武推動性別平等努力的努力 還有多項引領全國創新的做法 都有肯定 在推展性別創新措施部分 我們本期 我們本部各區會 一共提送了77億人來參選 那經過專家學者評選之後 我們評選出跨局處教育局 照顧資源整個平台 以及全國首創 互證資訊系統 同性伴侶助記等兩岸 參加我們行政的性別平等創新獎 另外也評選出 我們的動物保姆 Superkeeper Supermother 以及鼓勵男性加入照顧服務工作 鐵漢斬優勢 身臟照顧一把照等兩岸 參加行政的性別平等故事獎 在第五大項 表彰基歐楷模以及基地公務人員部分 我們今年我們一共表揚十位 我們市政府的模範公務人員 並且臨選其中兩位 一個精華局的林處長 以及農業局的梁科長 參加行政院的模範公務人選拔 另外在推薦結束貢獻獎部分 我們也臨選出個人組五人 還有團體組四組 參加全區部的這個 結束貢獻獎的選拔 那第六大項 在落實退府關懷 激發志願服務動能部分 我們鐵編退府經會 維護退休人員的權利 那一到六月我們一共有 公教人員退休有422人 那在鐵辦退府案件 照顧遺見生活部分 一到六月我們一共有 辦理了14件的撫催案 另外在激發志願服務 媒合公教人力部分 本府推動這個 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標關案例 去服務樂生活部分 我們榮獲行政院人士總處 評選的特優獎 那我們三月八號以及十二號 也辦理了公教職工基礎訓練班等等 那當然我們也拜託我們 公教人員退休協會 來辦理登革社 預防工作的資源服務講習 在第七大項 增強資訊能量強化服務品質部分 第一個我們善用資訊分析提升決策品質 運用人士行政總處 人士服務網 以及我們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WebHR 確實掌握各機關現有原合數 達到原合精簡管控目標 善用該系統來選員 還有統計分析功能提升我們人士決策的品質 另外在拆請系統雲端化部分 我們希望運用WebHR來把它優化 讓我們儲存工錢能夠更大 目前已經有本土188個機關 來運用我們這個拆請系統 另外在借接人士服務網 共享資源部分 目前有地政局、民政局等八個機關 申請跟本處的人士服務網 IKPD 借接達到人士服務價值應用 在第八大項 有關營造幸福友善職場 促進身心健康樂活部分 我們在加值多元福利創造幸福有感部分 我們更新簽訂繁星好康 特約優惠商店 目前有900家左右 另外我們也更新辦理智慧汽機車強制保險服務 提供多元優惠方案 另外還有竹槽優利貸 貼心香貸 既然貸款等優惠我們同仁 另外在舉辦單身聯誼 剃造幸福良言部分 我們這段期間規劃了六場單身聯誼活動 共有206人參加 互表心裡有16隊 另外我們也有多樣的員工社團 目前我們市府裡面已經有22個員工社團 那今年度又新成立一個新光社 由本土主計處提供輔導單位 提供我們同仁多樣的選擇 那在第四個 在足夠人本關懷健康樂火99部分 我們訂定了 員工協助方案 關懷Lonestop 幸福Cheer Up 實施計畫 這裡面包括 進行多元宣導 然後委託張老師提供安心服務 還有針對我們國外環美辦理回流信念等等 至於我們未來業務的推動重點部分 除了我們做好我們基本的人事服務工作之外 我們希望第一個 落實員工管控機制 尊解人事會的支出 這裡面方法包括原額總量管制原則 第二個持續原額經典措施等方式來辦理 第二部分精實公務專業職能 多面向鐵育人才 包括規劃106年度的公務任人發展計畫 第二個強化中高階管理職能 第三個數位課程納入在地化城市嚴肅 第三部分我們要貫徹退休登記制度 妥善運用我們的退伏經費 第四個我們要促成拆勤系統雲端化 提升我們系統使用效能 第五個要推廣本土同仁使用人事服務網 擴大人事資料整合 共享人事資源及價值應用 第六個更需員工協助關懷 促進健康安全職場 以提升公務同仁的工作士氣 及服務效能 營造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 結議最後 我們人事人員一直秉持著前瞻 及創新性的思維 以專業積極務實的態度 課進人事幕僚的職責 就各項人力資源業務展現 廉政忠誠專業效能關懷的 文官合身價值理念 精進我們人事專業 以人事服務的效能及動力 積極努力達成市府的施政目標 以上的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繼續支持跟鼓勵 最後敬祝議長 副議長 以及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職工 謝謝 謝謝葉出場的業務報告 接下來我們請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 劉主任委員 業務報告 召集人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以下由研考會向各位報告 近期的工作成果 這是本會的組織架構 以及各部門的主管 那這裡要特別介紹 我們資訊中心的主任劉俊傑 他是今年7月29號到任 那我們簡報的內容 包括研究發展 綜合計畫 管制管考核 工程查核 1999聯合服務 以及資訊服務等六個項目 首先在研究發展方面 目前進行的委託研究案 是1999巨量資料分析 我們1999有非常龐大的一個資料 我們可以用來分析民眾陳情的內容 那這樣我們可以強化市政的管理 預計今年12月可以進行期末報告的審查 那在鼓勵博碩士生研究高雄市市政議題方面 今年度補助論文研究 7名獎勵部分已經在9月開始受理申請 另外在今年首次辦理的市府員工市政創新提案 提案總共79案 經過評審核定有68案獲獎 其中U等獎3案 夾等獎22案 夷等獎31案 夾座獎12案 在公民參與方面 今年本會在古山沿城區辦理參與式預算 另外我們也就高雄市前市辦理議題式的婦女 以及高齡長輩的參與式預算 我們也在向陸委會申請經費 在人華中心辦理兩岸事務研習課程 讓我們事務的員工同仁能夠了解兩岸互動的變化跟取勢 那今年6月在正修科技大學 我們辦理的第10次市長跟大學校長的會議 會中除了討論南台灣跨領域科技創新中心 研究合作案之外 以及高雄市立空大與菲律賓空大洽談合作 並針對設立非勞專班或者合作開班等議題進行討論 我們的城市發展半夜刊第20期 智慧交通綠色運輸已經在今年6月發行 已經寄送給各位議員參與 下一期12月的主題是高雄好運 行政院第8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的評審結果已經在5月公布 本府除了地震局的雲端地級行動網專案獲獎項之外 消防局跟大寮區公所也獲得入圍 今年6月在仁華中心舉辦提升政府服務品質研習課程 一共有87個人參加 另外我們也辦理電話服務品質以及禮貌的測試 今年上半年市府一級機關及區公所一共有57個機關受測 第二部分是綜合計畫 主要分成三項 首先是規劃高雄艷景藍圖 我們整合各級處的重要施政 形成高雄翻轉計畫 此外每年一至四夜 我們檢討中程施政計畫 針對前一年的執行的績效檢討改善 105年度調整修正66項衡量指標 使中程施政計畫更能夠貼近社會的需求 再來是我們測定年度計畫 106年度重大施政計畫已經在今年9月完成內容審查 以及預算編列 也已經提供主計處納入本府的總預算 本府106年度施政計畫草案 也已經配合預算案送請貴會審議 等到審議完成後再修正編印本府106年度施政計畫 在區域發展方面 105年度跨議合作 在10月3號在屏東召開 南高屏盆區域治理平台會議 達成高階北沿台南南沿屏東 以及共同推動區域觀光等共識 第三部分是管制考核 105年各列管考案件總共479案 每個月都會針對各個案件辦理進度進行追蹤 若有問題就立即提出警示 以督促各機關加速辦理 在市營市業的考核方面 今年9月已經完成輪船公司 動產職介所 以及鋼山果菜市場公司等三家的績效考核 另外我們每個月針對各機關的公文時效 進行統計分析 已經在10月26號完成茂林區公所等六個機關的公文查訪 接下來是工程查核 今年3月到10月底一共查核了96件 我們的辦理績效良好 104年度我們接受工程會考核獲得全國第一名 我們的查核工程包括道路、建築等21項 另外我們也積極辦理查核取樣 抽菸率高達75% 為了掌握最佳的查核時機 我們要求各工程機關要定期到標案管理系統 更新工程進度 以例安排查核行程 我們也積極督辦全民督工的通報案件 四年來辦理的時效縮短了三倍 民眾滿意度也提高了三倍 104年度的辦理績效獲得工程會考核為優等 此外我們辦理專業行動學堂 剛購驗場的教育訓練 也到台北台南道館中心觀摩 以提升專業資能 第五部分是聯合服務 聯合服務中心提供零貴諮詢 陳情以及市長信箱等多元管道的服務 105年3月到10月未民服務案件 總共11萬4千多件 1999市民服務專線電話處理量約65萬通 平均每個月高達8萬多通 針對多元服務功能 我們設置了高雄一指東手機APP 有市長信箱派工報修等六大功能 以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 新版累計有2萬多人次下載 入案3千多件 我們非常榮幸 今年在工商時報所舉辦的 2016年台灣服務業大評鑑中 接受神秘課的調查 榮獲金牌獎殊榮 也是獲獎單位中唯一的政府機關 最後是資訊服務 在資訊中心的工作方面 我們持續推動資料開放平台 鼓勵提升資料品質 並訂定行動方案 建立評比標準跟鼓勵的方式 以利後續的推廣 接下來實際應用視訊化工具 或者跟社群合作 以市府的open data做題材 創作資料價值的運用 以展示示證的績效 目前在視訊化方面 我們已經完成的案例有 煙囪排放的即時監測系統的視訊化 高雄市預算的視訊化 以及高雄防災通等 為了應應國外會最新網站版型的規範 本府的全球諮詢網導入響應式的網頁設計 提供各種行動載具設備 最佳的視覺跟圖像化的瀏覽效果 以多元化的網絡中整市政便民服務訊息 擴大數位行銷 本府的全球諮詢網更榮獲 國外會103年以及104年全國網站 營業績效檢核的滿分 是最優異的成績的機關 在建設基礎設施方面 我們持續健全充實我們的機房設施 確保資訊圍應保持最佳的狀態 105年配合行政院執行 網際網路通訊協定升級計畫 本府榮獲中央評選為GU單位 也持續推動資訊欄前ISO27001資安認證 加強資安監控預警 以防範資安事件的發生 我們也推動雲端虛擬平台的服務 節省伺服器建置的成本580萬 每個月節省機房的電費約19萬元 為了配合行政院埃台灣計畫 在各機關公共場所設置免費的無線網路 到了105年10月底 本市已經有716個熱點 提供民眾無線上網服務 我們明年規劃 再增加戶外的觀光文化交通等 民眾的聚集地點 挨台灣70個無線熱點 在推動智慧城市方面 我們統籌各項智慧城市發展的資源 整合本府各機關的需求 積極爭取中央的補助款 目前已經獲得國華會的智慧國土400萬 以及內政部建研所智慧社區的 1700萬的補助經費 另外經濟部工業級 4G智慧寬平應用程式計畫的補助 有四個案子 一個是智慧旅遊 是由本府的觀光局主導 另外一個是智慧健康及智慧安全 由教育局主導 另外一個民產的整合行銷平台 這個是我們跟台北市合作 由台北市提出我們協助 另外還有一個是智慧榮情交流服務 由屏東縣主導我們合作 今年天下雜誌首度辦理各縣市推動智慧城市現況的調查 本府在全國及六都都排名為第三 僅次於台北市跟新北市 被歸類為領先組 以上是研考會的重點工作報告 未來我們前提同仁將持續發揮 對本府各機關聯繫協調跟整合的角色 善盡研究發展跟考核的各項權責 務使伺服的效能更為提升 在此感謝各位議員的指教與鼓勵 最後益助大會圓滿成功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好 謝謝研考會的理務主任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政風處的陳助長 好 業務辦好 林召集員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我想欣申我們貴會第二屆 第四次定期大會開議個人有機會來代表 政風處來提出業務報告深感榮幸 同時向於貴會所有的議員女士先生 對於本處業務所給予的支持與指教 我們表達最誠直的感謝 那這一期本處沒有信任的主管 我想我們負責政風的工作 秉持了事先預防的服務 跨越整合資源來建構一個透明 連冷的一個工作的方向 協同我們所使的政風機構 來全力推動各項的連政工作 以下我們僅就我們各項工作的推動情形 來跟各位做報告 工作執行情緒方面 只要有定期召開連政會報整七項 分別報告如下 第一個召開連政會報 來測定各項人能施政的作為 我們在今年的五月部分 召開本府的連政會報 我們有針對於我們本市的一頁動力 用有補貼執行概況 以及建物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的合法業務 等相關的議題 有簽責單位來提對專案的報告 另外我們有多請各機關 也分別召開各項的連政會報 總共有六十七的會議次 來檢視各機關業務的推動情形 第二個部分 我們推動業務的防備措施 來發揮風險的預警功能 我們來審慎評估機關的風險業務 我們督導所使各政風機構 來顯類實施專案的集合 我們辦理有 如勞動安全衛生檢查 採取作業 地政規會的增結等十六個案次 我們的集合的結果 針對於為師的風險 遠離各項的改善經驗作為 我們來協助機關來研定管制的措施 落實我們各項的風險評估與管控 第二部分我們針對潛存為師的風險 來提出相關的防備新格的措施 防堵風險的發生 我們這一期的辦理有 核實採購案件的 驗收結算等等預警作為 我們八十三案次 來桌演相關的防制作為 再者我們落實採購程序的 兼辦作業 依據我們會同 兼辦採購辦法等相關的規定 我們督導所使的各個征風機構 來辦理各項採購的兼辦工作 來強化採購作業的流程 第四部分我們強化採購防備的機制 督勤各征風機構來協助機關 辦理計領標單 保管底價 以及針對於開標評險的過程 來實施錄音錄影等 以防堵為綁標等情勢發生 第二部分我們落實機關內部控制的制度 我們配合機關辦理各項業務的檢核措施 適時提出相關的意見 來實施機關有效 來辨識可能適時的風險 發揮自我稽查的功能 第三個部分我們辦理連政的先導 我們鼓勵社會大眾來參與防灘 有關於員工的法際教育方面 為了建立員工連政倫理的紀律 我們充實相關的資能 同時規劃結合我們的施政建設的成果 以及地方的特色 我們自己研邊有我們的 員工連政倫理規範的先導教材 都同所屬的機構 我們來辦理連政倫理規範三部期的講席 另外我們為了強化同年的採購資能 針對於學校採購人員辦理潛意保障研習班 並針對本府各機關學校主管連員開設 我們解析圖立以便明的研習班 另外為了強化同年對於勤領加班會等等 小額款項的相關的法制觀念 我們有辦理公務人員森林小額款項 這一系列的專案的先導活動 有關於社會參與方面 我們有針對於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合法的作業 我們辦理有建管連能的建檢的專案工作 我們掀起仿視相關的業界聯士 蒐集相關的議題 以及辦理流程有關的建議等事項 然後來辦理建管連能建聯論壇裡面 將這相關事項納入在論壇中來研討 邀請相關專業聯士來參與 經研討後製有強化機關內部控制 訂定森林建造執照標準的作業流程 以及落實推動線上深調圖資 以及公告建築師祭典等透明的資訊公開 這些相關的作為 來營造一個聯絕友善的建管環境 再者我們因應在地生活的型態 我們專案來推動聯絕好出兵好水社區的 一個加水站維護的聯政平台工作 我們結合我們的聯絡志工來協制刑察 我們所有317 161家的加水站 相關的儀設一些管理上的切輸 我們已請業務單位來做互查檢驗的工作 另外我們也辦理加水站新格的一個座談會 針對以集合的程序各方面來研討提出 有效來結合我們民間的力量 來協制加水站業者自主管理 第三個部分我們透過聯政平台來協制政策的先打 以及反映市民的需求 有關意見我們已經 轉交由愛管單位來討勝處理 再者我們應用多元的型態 及管道前方為了來推廣我們相關的聯絡觀念 我們應用聯政志工 來配合各種節慶的活動 辦理相關的先導 再者我們辦理校園誠信教育方面 我們有規劃辦理2016年校園誠信教育 我們有送愛道偏鄉的行匪系列的先導活動 我們協同我們的志工或偏鄉地區 透過我們自編自製的一個聯政故事師 將各種理念深入於當地 另外由志工跟中風童年來演出聯政故事的話劑 再者我們結合聯政志工或校園及各個圖示護館 向我們協同來講解相關的聯政故事 經過互動式的先導 讓學生能夠了解誠實信用的重要性 第四個部分我們落實我們財產申報的制度 來貫徹聯政倫理事件的登錄 我們本府各個機關學校104年的部分 我們財產申報總共有3862人 我們依據審的要點以及法務部14%的 綽合比例的規定 我們綽出了557位辦理實質審查 另外實質審查裡面我們依照2%的比例 綽出47位來進行前後人的比對審查 目前相關的作業在除夕作業中 另外我們除夕督導各政工機構來落實推動 員工聯政倫理規範的相關建檔查考等作業 第五個部分我們強化維護措施來防範危安事故 我們督請各政工機構來實施安全維護檢查 並追蹤管考相關的切施改善情形 另外召開相關的維護匯報來檢討維護措施 防範各種事件發生 再者我們強化員工應變的能力 我們辦理各項的維護措施 另外針對與環境的特性定期來檢討 各種維護措施 會從相關的單位來執行 再者我們發揮協助的功能 即使收持重大的維安和陳情預警情資 來協調相關單位 一先採行相關的防範措施 第六部分我們提升我們保密的觀念 來鍍結我們泄密的管道 針對於重要的機密維護的事項 我們訂定了專門的保密措施 另外為了強化相關的作為 我們督同我們所使的政風機構 來嚴定各種維護的措施 並辦理先導及檢查 以強化各種作為 第七部分我們討論辦理案件的查查 來提升行政調查的效能 我們針對意識弊端業務民眾檢舉的案件 我們用客觀公正的作為來縮密查查 並注重當事人的潛意保障 來強化調查的品質跟效能 我們這一期辦理查查工作方面 我們有受理陳情建議案件202件 除了屬於業務單位前者 已由業管單位來做相關的投儲外 其他精英相關的法令來進行查處 其中違反政府採購法和偽造文師 詐欺等不法案件有六件 我們查處結果由各機關簽成機關所長 來移送這個司法機關來參政 另外我們本期公務委員院遭受到司法機關 提起公事者有五案十八人 第三個部分我們報告今後業務的重點 第二是持續推動陽光法案的先導 來落實推動連政論理事件的登錄 以確保客尊公子行為的規範 第二部分我們落實風險評估 強化內部機核的功能 發揮機關內部控制的機能 針對於高風險的業務 我們規劃辦理專案機核等措施 第三個部分我們結合設計趨勢 來擴大社會的參與 專案規劃計畫性的預防作為 來推動各項預防的工作 第四部分強化安全維護匯報的功能 來定期檢視各項的維護措施 以確保機關的安全 第二部分我們渡解洩密情勢發生 來保障公務緊密維護的安全 第六個部分我們鼓勵檢舉加強查查 來行事一個年能施政的空氣 第四我們的結語部分 我想我們連結跟效能 是我們關於施政的理念 我們會持續推動各項正通的工作 來強化內控的各項治檢功能 來自力建構我們一個連結透明的公務環境 以上的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不令的指證 我想並且感謝各位 長期對於正通工作的支持 與鼓勵 最後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好我們謝謝政工處的陳處長的業務報告 接下來我們請法治級的許局長 業務報告 趙吉仁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大家好 本局本次沒有新任主管 僅報告本局105年3月至8月的業務 執行概況 本局兼負法治幕僚重任 積極協助各局處解決法律疑議 提供法律意見供各機關參卓 並公平研請審卓 事法規草案蘇院及國培案等 在組織編織上面 本局組織編織員額共43人 下設蘇院科國培科法規一二科秘書士 人事管理員及會計員等 組織系統及業務執掌均請參與圖表 在業務概況上面 首先報告 石化氣暴災害受災者損害賠償請求 讓與之進度 石化氣暴已經遇兩週年 目前代位球場之法律救濟部分 截至105年8月底指 已撥付球場救助金 新台幣6億151萬餘元 令待災民對肇事者提起損害賠償訴訟部分 已經於104年12月全訴起訴完畢 105年3月起 法院已經陸續開庭審理 本局將密切注意法院審理進度 次就法規審議部分 市府各法規主管機關草擬市法規草案 之後會提送市府法規會審議 自治條例部分會另外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期待使法規更加周延 市府為了審議市法規草案 下設法規會至委員13人 延覽法界學者專家參與審議工作 使法規能與市政建設相輔相成 現行有效的法令數共1100種 包括自治法規396種 行政規則704種 其中自治條例有91種 自治規則有305種 本期市法規審議情形 共通過28個市法規 其中自治條例有8種 新訂一件修正7件 其餘請參與的圖表 就宿院審議部分 宿院程序進行中 受理宿院機關必要時的充資 宿院人參加人到達指定處所 陳述意見或者延遲辯論 以確保宿院決定之正確性 及落實程序參與制度 對於乘數意見或延遲辯論等 宿院程序之進行 採行親自現場 或者視訊雙軌並行的方式辦理 具體落實宿院視訊電子化服務 提供多元參與方式 讓宿院人得於申請時 進行擇一為之 市府為了審議宿院案件 下設宿院委員會 至委員13人 並聘法學專家教授學者等 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委員 以提升宿院審議及決議之公正性 宿院無理由會做成駁回的決定 有理由則撤銷原處分 之全部或一部 進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處分機關 指定相當期間 命原處分機關 另行處分 督促行政機關 積極自行 本期 宿院審議案件 其中撤銷有171件 佔總件數22% 駁回有445件 佔總件數57% 其餘請參與 在宿院審議類別部分 環保類佔46.6%是最多 其次是勞工類佔18.9% 其餘請參與 在環保類的部分 被撤銷書院案件部分 其中以環保類佔69%為最多 其餘請參與 再來就國家賠償部分 國家賠償之成立 系以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有故意過失 或待遇執行職務之人民權益受損 或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有欠缺自身 人民損害為要件 國家賠償以金錢賠償為原則 以回復原狀為例外 市府為了審議國家賠償案件 下設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 至委員15人 特並法律土木方面的學者專家 擔任委員審慎審議國賠案件 並設即時處理及追蹤管考機制 以提供市民安全無餘的生活環境 本期國賠案件審議情形共100件 其中賠償有20件 拒絕賠償有48件 賠償的部分總金額為161億萬元 國賠審議案件裡面 其中公務類31件 警政類14件 水利類13件 其餘請參與統計表 本期國家賠償損害的明細部分 有協議賠償跟訴願賠償 分別是 協議賠償分別是 養工處9件 水利局5件 交通局4件 訴訟賠償部分 則為養工處1件 其餘請參與 另就法令審議部分 各局處適用法令發生疑議或見解有分歧時 本局會適時提供適當的法律意見公期參桌 並指派同仁列席參加市府各局處會議提供法律意見 辦理走動式法制輔導服務由主管率同仁治歌機關座談就實務作業上的法律意義提供協助 在本期法令一意事宜的成效上面 本局協助各局處會簽案總共746件 法規類佔653件 參與市府各局處會議達210次 在本期相關法制活動共計12場 有1056人參加 請參與一覽表 本局未來工作重點 1. 審慎審議司法規草案務求與市政需求相輔相成 2. 公正嚴謹審慎宿院案及國賠案充分發揮行政究極功能 3. 隨時更新司法規資料庫提供正確詳實法制業務資訊 4. 實施宿院視訊電子化服務措施 提供多元宿院程序參與方式 5. 督促各機關即時辦理法規案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落實性別平等 6. 舉辦法制業務研討會及研習 廣納最新理論與實務提升法制同仁法學素養 7. 不定期辦理法制業務輔導 加強各機關人員法制實務操作能力 8. 配合各機關辦理法令宣導提升市民法律水準 增進法制功能提升行政效能 落實地方自治創造市民福祉 為本局一貫的目標與努力的方向 希望議會持續給予本局支持與執政 最後預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身體健康 大會圓滿順利成功 謝謝 好 謝謝法制局許機長業務報告 接下來我們請民政局張局長業務報告 主席各位議員先生女士 大家午安大家好 接下來由乃千救民政局的業務 來進行年度的報告 在報告之前 我們首先先介紹我們新任的一些主管 首先是我們的自治行政科 我們的科長 宋旺榮聖科長 第二位是我們的三明區區長 陳寧秀 陳區長 第三位是我們的小港區區長 林靜義 林區長 第四位是我們的岡山區區區長 林溫齊 林區長 第五位是我們的永安區區區長 吳茂樹 吳區長 另外還有我們護所的主任 我們林源護所主任 王瑞琳 王主任 以上是我們在這次我們的區長 跟我們科長移動人員的一些介紹 那接下來就由乃千來針對 民政局的業務 我們的區裡行政 宗教禮俗 殯葬管理 還有護政服務 來進行業務上面的報告 在區裡行政部分 我們主動了解民意 及時解決問題 我們在105年1月至6月 我們在里幹市 我們主動查報案件 達1949件 反應民意也達129件 那這個部分 我們皆由我們的區公所 能夠主案列管 然後我們來進行考察 那另外我們也召開我們的 我們的里民大會 還有里業務匯報 主動了解民意 及時解決 所有在地方上發生的問題 那第二個 我們也辦理里長的補選工作 我們依照 依據地方自治法第82條 當我們里長取職 或是辭職死亡時 我們應該在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那我們在第二屆里長出缺的一個狀況 我們截止105年10月底 我們一共完成了16里的補選的狀況的情形 那接下來我們也辦理登革熱的防治工作 那我們尋查清除積水容器 髒亂點以及蚊蟲的滋身 我們尋檢達2萬次動員 也高達25萬4千人次以上 那我們也在我們的里集 進行我們的里集說明會 我們也推動我們的鄉里編組 以及防治登革熱的小黃卡的防治計畫 那同時我們也辦理區域及登革熱防治的宣導 那在整次的宣導裡面 我們也完成了36場的場次 那合計也有達到19560億人 這也是有史以來我們所創下的最高的紀錄 那也在整個防治工作得宜 我們今年的本土案件也只有兩件 那在都島美化市容的部分 市府公務局推動105年度高雄市環境綠美化執行工程 我們共有20個區公所獲得補助 也執行該綠美化執行工作 那在都發局推動的105年度高雄市 親近家園社區補助計畫裡面 我們也有18個區公所提55項計畫 也獲得補助 那在推動婦女參與工作的事務上面 我們截止105年6月起 我們一共檢視了228處的地點 那也有479項的改善計畫 那同時也獲各機關改善323項 那在推動參與室預算的部分 我們也配合我們的研考會 來推動我們的參與室預算 協助市府創造對女性最友善的一個程式 那在協助災房整備還有應變工作的部分 我們在災房整備的部分 我們隨時更新我們的里民防災卡 我們督導各區轄內的一個保全戶的一個名冊 那特別是在我們一致災的地區裡面 我們確實掌握名單 那我們也督導各區公所簽訂我們的開口合約 督導各區公所公告殺包的準備量 那在減災的部分 我們也進行預防 在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們也進行預防性的一個撤離 那我們也督導我們的公所 查報在災後我們的路面的坑洞 以及復原的狀況 同時我們也回收沙包還有進行沙包的發放 那在督導區裡特色的部分 我們今年改採主題式的特色活動的一個規劃 那在今年我們一共合定27案活動 那在105年1月至6月 我們也完成了7項活動的進行 那在督導提升繼承建設品質的部分 我們在105年 我們執行6名以下道路的維修養護案 一共達855案 在禮活動中心以及其他公共設施的部分 也達到67案 那同時我們也完成 我們6名以下道路的一個考核 在7月我們也完成了活動中心 維護使用的一個考核 那我們在今年我們也特別提出 我們的孔概奇名的一個計畫 務必提供我們所有市民朋友 一個最幼稚的一個生活的環境 那在宗教禮俗的部分 我們辦理春節揮好活動 我們在105年1月26號 27號分別在鳳山 以及市為行政中心 我們辦理三場次的一個春節揮好活動 我們也完成了105年 我們的集團婚禮活動 那今年也非常祝賀 我們一共有150隊的新人參加 同時在參加的新人裡面 也有許多隊是從外縣市特別來到高雄 來參加我們的集團婚禮 那在重視人權的課題方面 我們完成了228事件 69週年繼任人權的一個交流 座談會的一個活動 我們也邀請到韓國的學者專家 還有各國的學者專家 我們一起針對人權的議題 我們進行這樣一個討論跟交流 那我們也辦了重回歷史現場 228歷史現場的一個活動 同時我們也辦理在美利島 遇見太陽花的一些論壇 我們每個月我們都在人權學談 都辦有相當活動以及講座 那推動宗教友善環境的部分 我們在今年5月31號 我們已經訂定了 高雄市輔導宗教友善活動 環境的一個要點 那同時我們也推動 我們的宗教友善環境 精神環保的一個記者會 那目前已經有六家寺廟 也共同支持該項的一個活動 來進行撿泡 撿箱 還有一個撿金的一個活動 那同時我們在撿箱跟撿炮的部分 我們撿箱一共有260間廟宇進行配合 撿金的部分也有211間廟宇進行配合 在撿炮的部分也有206間廟宇進行配合 那在整個督導工作裡面 我們更採事前宣導 事中督導 還有事後開法的一個協助的一個措施 那在輔導宗教團體的成果的部分 那我們也完成了宗教指示人員業務講習活動 我們也完成了輔導宗教團體辦理設立登記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完成了1487間教堂78間 合計一共1565間的一個登記 那在輔導宗教團體土地合法化的一個部分 我們也受理了新辦事業計劃 一共有87件也完成了50案 那在輔導宗教團體土地更名的部分 我們也自105年6月底 我們受理的寺廟登記的案子 登記共有29案 那同意也完成29案 一共117筆土地 總面積也達到12萬1330平方公里 那我們也完成了我們基歐宗教團體的表揚活動 我們針對捐贈在100萬以上的宗教團體 我們也共有108家 那總捐助的金額也超過4千萬 那在殯葬業務的部分 我們在第一賓儀館 我們已經全面建置了我們的電子晚年 那我們也在第二賓儀館 我們也在今年的7月1號也全面建置完成 那也為了落實我們的環保工作 我們將在106年1月起 我們取消了所有佈置的一個晚年的使用 改採全面的一個電子晚年 那在改善我們的檢古室的部分 我們采簡約的風格跟大面的落地窗 那創造一個溫馨 一個令家屬能夠感動的一個環境 那同時我們也設置了我們全國首創的 我們這個骨灰安息盒 讓我們所有的先人在檢古的過程當中 可以達到相對的一個尊榮 那我們也建立了冰葬設施的全面的一個資訊化 一個電腦化的一部分 我們整合了我們冰葬 冰儀館我們的資訊系統 冷凍火化QR Code系統 還有我們冰葬業者身份辨識系統 三大系統 讓我們的整個冰葬業務 能夠進入全面的電腦化 資訊化的一個時代 同時我們也改善我們的公墓 納古塔還有相關的設施的環境 我們在105年8月 我們完成了我們彌陀區納古塔 前面的環境改善工程 我們更根據分五年的時間 將完成人武 內門 齊山 陸竹 鳳山 湖內等六區 一共一萬五千兩百個塔位的一個完成 那我們也持續進行我們的公墓 修繕納古塔的環境的整治 那另外我們也推動我們的公墓的簽葬 我們完成了阿聯區第一公墓的簽葬案 那總面積也達到1.3公頃 完成了282座的一個坟墓的遷移 那另外我們也推動我們三明區 復頂金公墓的一個簽葬 我們預計在四年的時間 讓我們的復頂金能夠變成花海 那我們以清除的面積 我們將高達45公頃 那整個計劃也依照我們議會所指示的 我們會在107年來順利完成該項簽葬工作 那在環保殯葬業務推動的部分 我們持續推動電子晚聯 我們也推動我們的環保金爐 焚燒庫錢爐的部分 我們持續推動我們的速撒賬工作 還有聯合奠祭 那在督導民間業者的部分 我們也受理民間業者的相關的申請案件 我們也集合一卡通擴大殯葬業者身份的識別 以及繳費的功能 我們也針對相關的違法案件 我們進行裁法 我們也完成了對民間業者的評鑑 以及我們的查核工作 那我們也針對申前企業的服務 也進行我們相關的業系一個督考 那在護證服務的部分 我們首創行政護證工作 還有護證APP 我們首創行政護證 我們針對我們特別需要的一些民眾 我們服務到家 我們服務到我們的社區 從105年6月底 我們一共受理了9607件 那同時我們也建設了我們護證線上一直通APP 我們提供23項線上的申辦 以及42項最新的護證資訊 那我們過去還要跑護證事務所的工作 我們現在不用 只必須從我們的手機APP下載申請之後 直接到護證取件就好 那我們在零貴服務的部分 我們推動的服務時間更有彈性 我們跨機關服務 我們還提供專人服務 我們1999免付費到載服務 親友協訊服務 一卡通繳規費服務 還有免費視訊法律執行 還有同性辦理註記 這都是我們在護證零貴服務上面 機優的一些成果 那我們也協助其他機關進行服務 包括我們的外交部 受理護照親人辦理的業務 還有我們的遠距離視訊稅捐服務 還有我們對長輩的假牙的資訊服務 還有內政部核發自然人憑證服務 社會局發放生育貼服務 以及社會局本市小護長名冊的 訪視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在針對新住民服務的部分 我們也開辦我們新住民生活適應班 那在今年我們也完成四班的開設 也共遭受102人 那我們也辦理新住民業務文化的講席 也辦理了市場 一共也有400多名新住民及其家屬參加 那同時我們也積極的申請內政部 新住民發展基金的一個補助計畫 來協助我們相關工作的一個發展 那在門牌業務的部分 我們清查跟換補新式的門牌 家戶門牌 那我們也針對我們的新式門牌 我們提升我們的國際形象 只要我們在102年起 我們申請了新的名牌 我們皆以新式門牌進行釘掛 那同時我們也補換 我們台灣省時期制式的最小門牌 那同時我們也增設我們大型的 中英文雙語的指式門牌 那在整併護證業務的時候 的業務方面 我們為了減少我們共同性的業務 以及活化人力 我們進行我們的護證整併的一個業務 那我們在105年3月1號 我們也整併了美農護證事務所 我們也整併 我們改為原六規護證事務所 也改為六規辦事處 那預計在這項整併工作部分 我們每年可遵結人事費用達124萬 那接下來是我們獲獎 我們在整個護證工作上面 我們榮獲104年人口政策的宣導 基優的機關 我們也榮獲104年護證業務的 評鑑的優等 我們在南紫及岡山護證 我們也被評定為 基優的護證機關楷模 那我們更獲得內政部104年執行外配 還有我們的陸配 我們在整個輔導計畫裡面的優等 且與本左所有同仁 我們將持續創新各項的業務 為求更務實更創新的做法 提供我們所有市民朋友 更好的更卓越的行政效率 讓市民朋友能夠感到最佳的一個民政服務 在這個部分也繼續懇請我們所有的議員 女士先生持續給民政局指導跟支持 最後祝大會順利而滿 順利而滿成功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這個局處業務報告完畢 我們接下來就是我們民政委員會的議員執行 我們第一位跟李柏毅跟蝦永達一起吧 六年有執行 40分鐘 好 謝謝我們用林媒生議員的位置 等一下蝦永達議員用蝦永達議員的位置 那各位民政部門的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今天民政部門的小組的質詢 我們由我左營男子李柏毅 還有前進青青林雅肖永達議員 我們一起來做這個聯合質詢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想我們民政部門我們過去市府的同仁們 那我們過去還是一直對民政局這邊有很多的期許 就是希望民政局你們作為市政府最前線 作為市政府的神經系統 那研考會他當然在市政府的算市政府的幕僚單位 那相互配合的很密切的話 那可以讓這個市政府的團隊的執政 可以讓市民感受到你做的事情是對的 你做的事情是我們要的 或者你做的這個事情不是對的 或者你做的這個事情我們有意見 那所以等一下我可能會來請教我們研考會的劉主委 那看劉主委對於最近可能市政府這邊做了很多 過去很多人不敢做 或者是過去多任市長沒有做到的事情 市政府現在正在做 那從民政局這邊可能民政局這邊回報的這些訊息 它可能是正面的 它可能是有很多或者是警政這邊可能回的訊息 也就是有一些陳情抗議的 那研考會你有沒有就這個大的方向來幫市政府 或者是讓市民朋友知道 目前做的這個重大的議題 市民的反應還有市民的這個支持度是怎樣 我想大概等一下請研考會的主委來做這個回應 那我想今天因為非常多的局處在這邊 那我想先就民政部門民政局的部分 跟民政局的同仁 我做一個鼓勵 就是當然我們希望這個是正面 是因為我們去年的登格勒的問題 整個民政局其實仁揚馬翻 那民政局不仁揚馬翻不行 因為這個不是只有衛生局的事情 這個不是只有環保局的事情 這個其實是需要民政教育 所有市政府有人的單位都必須要動起來的事情 那我們很高興看到今年登格勒的狀況 目前還在控制中 其實這個民政局在這一方面的努力 我覺得從民政理幹事 從各裏的志工等等的努力 我們必須要在這邊提出來肯定 那第二個就是負頂金公墓的問題 我們還是期待這個負頂金公墓 它可以趕快加速 因為一個市府團隊一個首長的任期四年 不好意思我們今年已經第二年快要結束了 那如果你這個負頂金公墓的這個速度 還不趕快加強的話 那包含後面這個公墓簽建之後 剛剛局長你說花海 除了花海之外呢 附近是不是也應該要結合市政府 趕快來做相關的開發跟建設 讓市政府有一個 你花市政府這麼多錢 花市政府這麼多預算 也應該有一些收入的計畫進來才對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在這邊 趕快跟民政局這邊來提出來 那我講一個 如果說要在民政部門裡面 只講民政局或只講秘書處 或只講研考會這個 其實很難講 所以我用一個座談會 來當我今天質詢的主要的內容 那也希望民政局可以在這個質詢的內容裡面 看高雄市有哪一些地區或哪一些區域 它有這個空間 那我來講這個大同醫院的這個樂林學院 大同醫院旁邊大同國小的樂林學院 因為大同醫院的委外 原本的高雄市的市立大同醫院 它現在是高一的團隊在經營 那因為有高一的團隊在經營 所以它慢慢的把這個大同國小很多閒置的空間 拿來當這個樂活的學員 那樂活的學員它有很多的老人家 它白天可以從大同路這邊來進入 來去上課 或者是它現在也有做這個 失智老人的照顧等等的 但是這個失智老人照顧目前 跟各位報告 它目前只能收30位 但是它後面在排隊的人超過90位 代表說這個區域的需求的程度已經非常大 那目前這個是高雄市唯一 現在辦起來的這個樂林學院 那這個地方的需求都這麼大了 我可以想像在其他的地方 在我的選區 在左營 在南子 我們隨便找一個地方來這樣子推動的話 我們也可以想像我們的老人家的需求也是非常大 但是目前只有這個大同國小這個空間來做樂林學院 那我們也很期待民政局可以在這些區 可以在適當的區域可以找出這些可以試辦的地方 那也可以找各個不只高雄醫學院 我想各個醫療院所 各個教學大學 有能力來跟社區來做結合的地方 我們希望民政局可以就這個方向也可以找教育局來合作 來看看能不能做這些為老人家的服務 那當然除了這個跟教育局跟社會局等等 或者是跟這個地區醫院的合作意外 我們也期待可以開闢這個多功能社區的活動空間 裡面也包含樂活 包含老人 也包含公托 那最重要的也包含這個 就學的小朋友的這個他們的閱覽的空間 那其實我們的選區裡面的藍田裡跟清風裡 它都是目前原高雄市區人口成長最快最大的地方 那我們也期待民政局在這兩個地方的這個計畫 還是可以跟市政府加緊來做這個討論 做一個多功能社區可以兼顧樂活公托 跟學生閱覽空間的這個空間 那也期待民政局可以給我們正面的回應 那我想就剛剛的這個議題 我先請教研考會的劉主委 然後再請民政局張局長來回應 謝謝 劉主委 謝謝趙記仁 謝謝李議員 那剛剛議員問到說 我們研考會做什麼可以讓市民更有感 那我簡單報告幾項 譬如說我們在推動Open Data開放資訊 那開放資訊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把我們市府擁有的資訊 讓把它開放不要變成必所行的 那對外的話人民就可以更了解 市府在做什麼 所以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我重複一下 就是說我們其實市民朋友看到的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實權度打通的這個議題來講 我每天看到有人在澄清抗議 我每天看到有人在舉步條 那是不是有八成的人 我一個禮拜看到五次 我是不是覺得有八成的人反對這個 那研考單位是不是有相關的數據 告訴市民朋友 到底我們打通了這個議題 有多少市民朋友是贊成的 這件事情 我研考會扮演一些協調跟協助的 譬如說建立說 到底我們這樣做的政單性是什麼 同時我們做的民調 我們最近的一次民調 有針對果菜市場 市民贊不贊成 市府簽建 然後重建改建 結果有79年幾 差不多80%的人是贊成的 劉主委 請問你的問題是果菜市場 還是打通石泉路 我的問題 我可以唸給這個議員 就是聽就是說 請問這個 看看 你知不支持 知不支持市政府對於果菜市場的規劃 重建的規劃 第一個我們先問你知不知道 然後問你知不支持 好 謝謝 主席 你有覺得這個問題不夠嗎 這個問題說要打通石泉路 應該是高成以上要贊成的 所以其實市政府這個民調 我們認為說你也是非常客觀 但是當這些用路人 其實他在經過石泉路的時候 你說要打通石泉路 跟你說這個果菜市場 要不要改建 這個問法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用了這個 比較柔性的問法 它還有高達8成的支持度 我認為市政府 你也應該要在適當的時間 常常發布這個訊息 讓市民朋友也清楚這個議題 那接下來是不是請 明政局張局長 可以就我剛剛的議題來回應 好 局長請答 謝謝李議員的提醒 我想首先針對議員所提到的 大同醫院的老人的關懷的據點 中心的部分進行回覆 其實那個據點當時 是我在社會局的時候 跟大同醫院共同去做規劃跟設計 但其實也對於說 如果未來的社區能夠有更多這樣的空間 能夠做這樣的設計跟規劃 我覺得那是非常美好的 局長我就是知道是你推的 所以你現在是民政局長的角色 你有更大的空間跟更多的想法 可以推在更多的社區 我是期待你可以做這樣的設計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在禮拜五的時候 也會透過副秘書長 再協調社會局 教育局 還有我們的區公所各局處 我們會召開個聯合的會議 那因為我們也希望 未來這些的據點老人的推動 能夠配合中央的長照2.0的計畫 那不管是ABC三級的 我們會持續來進行這個推動 那也希望能夠打造成一個高齡友善城市 謝謝 那原高雄市的清風跟藍田 人口成長最大的地方 我也希望你趕快進入來 跟市政府來做一個評估 好 那有關於剛才議員所提到那兩塊地 其實那兩塊地都曾經跟議員去進行會看過 但是那個土地的部分還有土地的項目 跟那個部分都還需要有一些過程 還要有一些計畫 那甚至我們必須尋求這個資源 那我們也持續在努力當中 好 局長 謝謝 我們需要進度 謝謝 我們繼續加油 那接下來主席 我們接下來就請我們的大師 蕭永達蕭議員來進行諮詢 好 謝謝 感謝李柏伊議員 各位 大家好 先來個腦筋急轉彎 來考個大家一個問題 當今的市政府 是不是做事只要合法 合情又合理 而且做民調 還是大多數市民支持 那這個政策就可以去做 就沒有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呢 合法 合情又合理 又大多數人都支持 那這樣不能做嗎 我跟各位報告 目前碰到的陳情抗議的事件 三民區的果菜市場 還是我的選區是李柯永圖書館 或齊衣山的大溝頂 或是前陣的原住民部落 的拆遷的問題 幾乎都是合法 合情又合理 而且你去做民調 好像大多數的市民都支持 那既然是這樣 怎麼還會有 那麼多的抗議事件呢 所以民主政治講的是什麼呢 民主政治講的就是多元價值 以前藍綠對決的時代 其實已經悄悄的結束了 在今年已經悄悄結束了 悄悄結束的原因就是 民進黨完全執政了 中央是民進黨政府 地方也是民進黨政府 包括議會也是民進黨佔多數 所以我今天的主題就延續來講 如何處理成抗爭議 那這個參考外國的經驗 其實民主政治有三種 一種叫做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就是人民直接去投票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劉靖興主委 就把公民參與 比如說參與式預算 就是直接民主的方式 那間接民主我們議會就是間接民主 就是選出待遇政治 代表人民來執行這些公共事務 第三種民主呢 是審議式民主 我這暑假 有拜讀那個 台大社會系林國民教授寫的審議式民主 這三種民主是不一樣的方式 我們來想想看 這三種民主 來處理成抗事件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反應 那我跟各位報告過 過去如果是高雄市的公共事務 你只要符合這四種條件 沒有不能做的了 又合情又合法又合理 而且大多數的市民 都支持 這樣還可以做 現在就會碰到這個問題 民主政治在每一個時代 它會有不一樣的議題 然後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議會開議的時候 10月17號 我們議會很熱鬧 外面有兩群成抗的團體 一群是以反破千團體為主 另外一群是以支持拆遷的代表為主 支持拆遷的代表 這個主席 林議員 你們都辦了 這都是三名區的議長 他們是不是真的支持呢 還是被動員來的呢 我跟各位報告 我是議員 我了解他們 他們是真的支持拆遷的 包括譬如說 李柯勇圖書館 在前進區的里長 20里裡面 超過一半以上 都是國民黨的里長 15個都是一次國民黨的 選舉的時候支持國民黨 但是他們是支持 建李柯勇圖書館的 所以根本這些里長思考的 他不是思考黨派利益 他是思考大多數里民是要什麼 所以根本上 反破千團體跟支持拆遷的代表 他是有兩種不一樣的講法 那些講法你們大概也都知道了 那問題是怎麼解決呢 我先來講一下 直接民主在台灣實行的狀況 那直接民主呢 就是人民可以直接投票 這樣很好啊 比如說公民可以參與 市政府的直接決策 但是呢 事實上直接民主呢 在全世界實行的狀況呢 或者在高雄市實行的狀況呢 可能會出乎大家的想像之外 一個市長要選上 可能很多人真的要選 選上以後呢 你有兩種權利 一個叫什麼呢 人事權 另外一個叫什麼 預算權 你可以扁有算去用 那市長如果說 好 我有這個度量 把預算拿出來 看地方的人怎麼用 讓你們去規劃 你們去執行 你們來提案子 我來幫你支持 來 主席林議員 我來考慮一下 如果市長有這個北斗 你們去參與 要將預算給你們三名區一區的人 看廟怎麼去用 你認為你們三名區的人 會很熱 熱絡去參與 也不會 對啊 你認為會對不對 你的想像是會對不對 我跟你說答案 在高雄 還是在全台灣 還是全世界 當市長有那個北斗 把預算拿出來 給大家規劃的時候 直接民主 參與率是多少 這是全台灣的狀況 直接去投票 譬如說 新北市 新北市決定方案 335票 這投票率都很低 因為這個 我們對各地的狀況不了解 我直接來講高雄 這個就是 劉俊興主委報告的這個 公民參與 參與市民主 市政府在柏爾 哈馬欣 我做參與市預算 看要怎麼規劃 當地的里民 來規劃 提案 當地的里民 可以來投票 當地總共 里民加起來 18人加起來 有 一萬六千多人 實際去投票的多少人 你知道嗎 502人 投票率多少 百分之3.03 100人 有希望去參與 參與市預算的3.03 去參加 執行完以後 市政府 和中山大學 也發表一個聲明 這個3.03在全世界 劉主委 這屬於高還是低 你回答一下 主委答我 3.03 這數字 一百的3.03 去參與 你覺得是高還是低 還正常 應該算是高的啦 因為 以芝加哥的例子 他其實第一次辦 也是2.96 第二次辦 是3.2 左右 那因為這個是 大家都 包括芝加哥 都是在實驗的階段 那我必須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這個的意義 導致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有討論 我們的官員也有去參加討論 所以那個互動的意義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要來做一個最後的決策 恐怕目前這個直接民 從間接民主到直接民族 還有一段要學習的階段 那我來請教你一個問題 民主政治就講的就是 權責相符 有權利的人就要負責 比如說高雄市民277萬人 選出陳菊當市長 那讓陳菊呢 市長有預算權編這個預算 那你現在把預算權分割一部分出來 給1萬5千人去 1萬8千人去分享這個預算 那做出來的決策 結果去投票率呢 3.03% 才502人去參與 那有一個問題 我本來277萬人是信賴你陳菊市長 結果你把預算交給這1萬8千人 1萬8千人呢 結果只有502人出來投票 做出來的決策呢 本來是陳菊要負責 你現在陳菊市長把這個預算交給市民 公眾後天啊 讓市民參與 做出來的決策是誰要負責 這個是這樣 如果是完全用直接民主 投票了就去做 我們市政府都不管 這個的確是不負責任 但是這個參與預算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這過程裡面是一個很 雙向的討論 所以他這個議案的行程過程裡面 我們市府的各局處的人有參與 你這個東西有沒有具有合法性 有沒有具有可行性 有沒有具有公益性 然後那個議案會修正 所以等於是也不完全是市民決定 而是說這市民跟市政府裡面 形成一個夥伴關係 市民的意見很重要 他的需求我不見得都有聽到 但他需求出來以後 市政府的專業又配合 所以這個的意義是在這裡 所以也不完全是 都是等下去讓你決定而已 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講的市民是大多數的市民 是一萬八千民市民嗎 還是一萬八千民裡面 其實只有五百個人比較熱心而已 是這五百個人 這些人也是少數人 少數人替多數人在做決定 而少數人根本他也不是民選的 他只是熱心去參與 結果他有這個權利 他要不要負責 他不用負責 他有責任嗎 他沒有責任對不對 對 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是說 我們是共同參與 而不只是由他 如果是單單只是讓他決定的話 這的確是有問題 對 就是如果說少數人 他知道市政府有這個度量 把預算拿出來 讓市民來參與 結果少數人積極去參與 他並不是代表多數人的利益 他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 我知道這個 要說服上我也知道 因為這只是少數人在參加 並不代表多數人 結果我主導了整個活動的進行 主導了整個決策 結果我是不用負責的 會不會有這個狀況 的確會有這樣 所以這個整個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設計 就是說 其實他大部分最後是一個 諮詢性的功能 對 是這樣 諮詢性功能 好 你請坐 在民主政治裡面 直接民主 人民可以直接選票來投票 這好像聽起來是 人類社會美好的理想 在亞里士多德時代 就在講直接民主 但是人類社會的理想 要落實在實際裡面 譬如說我剛才問林武宗議員 你人類市長 如果有選擇出來 讓三民區的理面去做決議 三民區的理面 很踴躍去參加 也不會 結論 我跟主席做報告 結論你全世界都不會 為甚麼不會 你知道嗎 為什麼 連預算都可以讓你規劃 為甚麼你不會 很簡單 你想想看 以你自己做主就好 你每天上班之後 如果禮拜六禮拜天 你想做甚麼 禮拜六禮拜天 哇 可能就是 娶婆娶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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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 預算有1億在裡面 這1億不是拿來給我用 是規劃完以後實施公共政策 這個結果跟我個人的厲害是大家在用 不是我自己在用 所以一般人會很熱心參與公共事務 從世界各國的例子到目前做直接民主 一般人是不會很認真地參與 所以直接民主在人類社會 是美好的理想 但是實行下去 其實它是會碰到有問題有障礙 而且有盲點在裡面 劉主委 我剛剛的論述你同不同意 就是你這個公民參與 對對對 的確是這樣 所以我們目前其實是很小規模的在實驗 也是一種大家互動的學習 一個夥伴關係的建立 好 感謝你 你請坐 我會談到這個 就是回到我們原始議會開議的時候 會有抗議團體來這裡 而我剛剛跟各位講 抗議團體 他們講的議題 講的內容 到底是不是也是合法合情又合理 只是他們現在不是社會的多數 而他們有機會變成社會的多數呢 我現在簡單介紹稍微一下 人類社會 大概主要是兩種民主方式 一個是叫做直接民主 一個是間接民主 我們議會就是間接民主 市長比市比較接近直接民主 換句話說不管直接民主或間接民主 共同的特色都是什麼 它都是投票決定 而且這些人都是有經過授權的 市長是277萬市民授權 我們議員 我們議員是66個幾乎都是市民授權來的 而授權以後來這裡代表人民來執行公共事務 如果意見不一樣呢 意見不一樣怎麼處理呢 意見不一樣就是投票處理 所以直接民主跟間接民主 他處理爭議的方式都是用什麼呢 用投票 投票來決定輸贏 換句話說 議會66個議員 審議算審法案 如果意見不一樣怎麼樣 意見不一樣就是投票啊 那市長呢 市長是人民投給他 這四年他掌握行政權來執行這些意志 是代表人民來執行 然後他做得好 人民就讓他繼續連任 做不好就讓他下台 換句話說呢 民主政治的機制 直接民主間接民主 都是以投票的方式來做決定 那今天質詢的重點是在講審議是民主 審議是民主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是只看屬人頭 第一種民主第二種民主都是屬人頭 就是做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誰贏了 誰過半數了 這樣就是上座決策 那如果是第一種民主第二種民主 就可以決定所有的爭議 這樣我跟大家說 這個議會外面不應該有抗議事件 民眾也不應該有抗議事件 因為不管是果菜市場 不管是理科用圖書館 不管是齊山大溝頂 市政府的決策 都是既合法又合情又合理 又有大多數民眾支持 那為什麼大多數民眾支持 還有那麼多抗議事件 所以我們來思考 你如果把審議是民主 就是在審議的過程 有正反雙方 要針對正反雙方的意見 去做質疑 對方也要針對你的質疑 做回答 審議的意見納入做決策的參考 這是審議是民主最核心的精神 而目前世界各國在處理這爭議 有可能處理的 而且在台灣也有做過實驗的 就是用公民論壇的方式 那公民論壇是審議是民主的程序主義 就是他有一套流程在說 譬如說李克勇圖圖書館 是不是適合蓋在中央公園 他這個可以老闆公民論壇 他這個有一套程序在處理說 如何來解決彼此的爭議 我的主席因為主席是在果菜市場的三民居員 我是錢金信心林雅算出來 所以我特別說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剛好是在我的選區 那這個議題難難在哪裡 主席你也知道 我是屬於敢講話的議員 但是這個議題我在議會 從來李克勇圖圖書館 是不是適合蓋在中央公園 我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發表過意見 為什麼呢 因為我曾經在兩年前辦過公聽會 同時邀請市政府的人來 也邀請戶數團體的人來 他兩邊講的我都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市政府講的我覺得很有道理 戶數團體環保團體講的 我也覺得也是有他的道理 兩邊聽一聽好像都有道理 所以我就覺得很難判斷 既然很難判斷了 我就一直在觀察兩邊的意見 我發現這兩三年來這個爭議一直都還沒解決 市政府文化局做了一個懶人包 就是用這個方式 說清楚講明白你們上網去看 做了一個懶人包 我看一看 文化局這個懶人包做得真好 把這個市政府為什麼要在中央公園蓋里科勇圖書館 講得很清楚 這個大概三分鐘就看完了 結果過沒多久呢 這個戶數團體也做了一個懶人包 是說你一分鐘就可以看完 哪裡有缺點 我看一看好像講得也有道理 所以你們因為網上都有 你們有興趣自己上網去看 我現在講的是另外一個議題 如果以里科勇圖書館為例 市政府提出正方的意見 為什麼要在中央公園蓋里科勇圖書館 比如說錢金區可以多一個圖書館 手作圖書館 再來就是冠名建館 市政府不用出錢 由里科勇基金會出錢 再過來他拆掉的建築物 本來就是無罩建築 蓋新的圖書館 然後反對方他提出的意見 主要就是比如說破壞生態 然後公園水泥化 然後就是被 就是在中央公園圖書館 是冠里科勇的名字 他就覺得不適合 也是提出他們的意見 那我是覺得 如果正方雙方都有爭議 而且提出來的意見 如果市政府是合情合法又合理 而且大多數里民支持 你知道為什麼大多數里民支持嗎 因為我們選議員都知道 我們去拜訪里長的時候 大部分里長如果他自己要出來選舉 他的證件是什麼 就是蓋里民活動中心 里長自己都要蓋里民活動中心 比如說你要去前進區 新興區的交界 那個中央公園圖書館 要蓋一個館在那裡 圖書館 圖書館他也不一定要到裡面看書 他也可以自己帶書到裡面去當K書中心 或者看那個休閒雜誌 所以根本上為什麼大多數 新興前進區的里民 他會希望在那裡蓋圖書館 那就跟市總圖你去看就知道 高雄市市立總圖書館不是蓋得很漂亮嗎 你進去去看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進去 不是看裡面的書 你們知道嗎 你注意看他們看什麼書 不是看圖書館 他大部分都是什麼 自己帶書進去看 把那裡當作什麼 當作K書中心 但是這個現象好不好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畢竟你是用納稅人的錢 你蓋了一個漂亮的圖書館 那個也是納稅人在用 大家有好的休閒中心培養 大家讀書習慣 大家覺得沒什麼不好 那也OK 換句話說 如果要蓋圖書館在前進區 一樣的模式 你知道前進區或信心區的人要嗎 他當然要 所以換句話說 得到大多數里民支持 但是反對方他提出了意見 經過這一輪辯論以後 他們提出另外一個意見 蓋李柯勇圖書館 李明用 這個大家都沒意見 蓋在前進區 這個也都沒有意見 是不是可以選擇另外的地點 比如說我們以前的就議會 在中正路跟志強路交叉口 那個地方 土地面積 夠大 大概只有 有一公頃多 這裡的一半 我們現在議會的一半 他根本只是 在拿一個部分建圖書館就可以了 其實圖書館就是鼓勵大家去那裡用空間 這是不是可行 如果是審議式民主 大家坐下來談 可以達到雙贏 一樣也可以蓋圖書館 一樣也可以不用破壞環保生態 是不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就是不要把政治變成只有是非體 就是中央公園可不可以蓋李柯勇圖書館變成是非體 你只有選擇是或不是 你可以變成多元民主館 你可以有多元的價值 有人要出錢去圖書館灌他的名字 都沒有問題 建在前進區也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去破壞公園的生態 比如找原來本來就有的建築物 比如說現在的原住議會在中正路那裡 現在晚上都沒有人在用 就放在那裡 乾脆就用在那裡 晚上電會打工工 前進區的人還可以去 那裡剛才結印的出口去那裡又方便 這是不是可以討論的方案呢 所以我感覺李柯勇圖書館的爭議可不可以用公民論壇的方式來處理 柳主委我來問你這個問題 請你回答一下 跟議員報告 其實去年因為議會有要求我們市政府文化局舉辦民調 當時我們也覺得說如果只是 民調一定你們贏 民調一定你們贏 但是我那時候也覺得說只是靠民調 因為人民不見得能夠充分討論 所以要加入審議式民主的精神 那審議式民主有很多種 有一種叫審議式民調 就是說在民調之前大家要充分討論 包括這些議題都拿出來討論 那當時我們也有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可惜也是要辦這種公民論壇 在投票之前 那各種預見可以進來 那可惜當邀請的高都門跟富庶聯盟都來 但是他好像不太同意 他認為說你這個民調只在前進區不夠 那我說但是就是在前進區 我也可以擴大邊緣舉區 但他後來說這個需要前地球人才能決定 那又太大了 所以後來公民論壇就沒有辦成 不過我必須跟議員報告說 我們辦這個公民論壇最後其實 恐怕還很難做yes or no的決定 因為他是提供更多的意見進來 來修正你的案子 變成一個諮詢性的 那在其他地方也是很謹慎的 就像議員剛剛講的說 恐怕直接式的 因為最後決定權還是要你們負責 你還要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最後還是要有人去 有足夠的人去投票這樣 對 柳助委不好意思我來問你一下 因為譬如說 所謂審議是民主就是說譬如說 譬如說政訪雙方 譬如說各找30人來參加 因為那個代表有沒有 那個是可以討論的 而且其實最後的決定權 畢竟還是在市政府 不是他們講什麼全地球 你說其實我們做的事 只要是對市民有辦法交代 最主要是對高雄市民 如果這30個人是民意代表 就沒問題 因為他有民意的代表性 如果30人不管我們怎麼選 都會有人反對 因為主要 因為一般這審議市民主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一般公民對參與公共政策 其實他沒有那麼高的興趣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即使市長要把預算拿出來 讓你參與 一般市民去參與的也沒有那麼多 那我講這個理科用圖書館 他有他的成熟度的原因 就是說參與的人有那麼多 而且那些人坦白說也都蠻會辯論的 也不用再特別訓練了 只是說我們最後出來決策的結果 是當作參考 也不是當作最後執行的方案 但是如果是有這個過程 是不是我們做最後的決策 會更加的 比如說比較有說服力 對 其實像將來不只是李柯勇 類似的這個意見 作為一個諮詢性的這種公民論壇 是很值得去推廣的 你覺得應該是可以嗎 如果是做諮詢性應該是可以參考嗎 是可以去設計 因為大家也在研究說怎麼樣解決這樣 就是說即使是少數人意見 也希望能夠容納進來這樣 好 主委你請坐 感謝你 那我是覺得 就是現在是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時代 那完全執政就要完全負責 我們的對手已經不再是國民黨 因為投票我們一定會投贏 既然一定投贏 我們做事又合法合情合理 又得到大多數人支持 已經很不錯了 在以前時代 這個什麼事你都可以去做了 但是呢 民主多元的時代 當民眾賦予我們絕對權力的時候 我們就要絕對負責 本來我們已經很好了 但是好還要更好 如果是你的決策 是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如果別人也可以提出 比如說更好的方案 那環政這些人都是高雄市民 我們把他們的意見 納入可以參考的對象 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市政府 所以所謂的公民論壇 其實就是審議是民主的程序主義 它只是當作決策的參考 那我覺得做出來的決策 會更容易 好 謝謝向達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蔡晶彥議員質詢 20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民政部門各位局處首長 大家午安 這個我想我先預告一下 待會可能會用比較多的時間 跟我們研考會探討 這個參與式預算 因為坦白講 在早前我對這個東西其實很陌生 而且我看了看 到底什麼是參與式預算 我相信這個劉主委在推行他之前 一定下足很多功夫做功課 很了解 待會再來問我們劉主委 我先從一些比較簡單的議題 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民政局張局長 就是我想長照2.0 現在中央政府裁員也找到了 好不好當然是其次 不過我想這個長照的制度 會持續來推動 那未來其實這些長照 到底要做到多 要做多油 要多深入社區 那乃至於說 其實議會也一再要求 市府在這所謂的公託的能量 能夠再大一點 不過其實就原來的市區而言 尤其是在這個古山岩城 其今一代 其實它的所謂的公共空間 或者是機關的空間 其實相當有限 那所以在這些業務上 除非說 現在因為少子化的影響 有些閒置校園空間 那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大同國小 有做這個跟大同醫院合作 做這個長照空間的使用 那還有像九如古山區九如國小 做這個公佑托 公佑托這個應該局長之前在社會舉論內 應該你去檢查的 我本來要去 沒辦法去 那因為局長剛好之前在社會局 像這些兒童 或者是長者的這些服務 不管是現在要講的長照2.0 還是原本就一直在推行的這些公佑托 有沒有可能 在我們既有的 可能是區公所 可能是活動中心 但是有前提嘛 當然有前提 不影響它既有的使用 也就是說它如果是使用率低的空間 有沒有可能做一些改造 做一些改造 跟社會局來合作 來做這樣的一個設施 那是不是請局長 你對這樣的一個看法 還是你們已經有在做了 可以答覆一下 好 局長答應 謝謝主席也謝謝蔡議員 我想其實目前我們很希望 能夠將這社區裡面的 這個閒置空間能夠找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在禮拜五的時候 剛剛也跟那個李博利議員提到 我們在最近期我們會有一個會議 就是說希望各區長能夠將 目前在整個社區裡面 就是說低度使用的 低度使用的我們拿出來 看是不是有可能 但是因為是做社會福利使用 所以它也會有相關的限制 譬如說兒童的社會福利機構 它必須在三樓一下 那老人的應該它要符合 相關的這些防火跟規劃設計 所以我們會就我們清出來的環境看見 像要做都市計畫變更 有一些也是需要 因為我看都委會 今年就審議幾個 這個好像是把原來的活動中心 改變成這個 多功能的 多功能使用 所以我們在過去裡面 我們大概在上一任 在社會局的手上 就已經完成六七十個地方 多數都是使用變更的方式 來取得空間跟環境 好 謝謝 那就是有在進行就對了 我想朝這個目標 因為畢竟 你先請坐 畢竟在原來的高雄市 其實我個人看法 很多這些機關空間 是相對不足 那可能有些是因為早期的 這個都市計畫 並沒有考量這些公共的設施 那在這部分 把既有低度使用的這些 公部門的空間 拿來做這個 其實現在人都非常重視的 不管是長者的服務 兒童的服務 這些我希望說 民政局這邊 可以來檢討 自己能夠管理的這些空間 那包括我相信局長 過去在社會局服務 對這個應該也相對的 比較熟悉 來協助這一塊來進行 謝謝局長 那再來就是要請教這個研考 我先問一個比較簡單 這是我自己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看 其實我們有一個業務 就是在所謂的電子化 我們相關的這個 包括你們講的 有做了什麼雲端的東西 什麼的 那其實公文的電子化 這個過去也是研考會在推 然後各局處來配合 我講我自己遇到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想這個不見得每個人會遇到 我們如果要過戶一個房子 可能一般會請代書辦 我就不信邪我自己去辦 結果跑了好多地方 你知道嗎 那我就舉一個 也許我不知道這跟個別的機關 有沒有他們的那個 稅捐處那邊 我有跟他們提醒過了 那他們可能會做改善 那這也不單純只是電子化 但是如果單就電子化這邊 比如說我這個房子 如果是在某某地震事務所的 我就不能在 我的房子在A地震事務所 我就只能到A 我不能到B辦 但是就電子化公文 或者是這些資料庫 照理說這些應該是公開的 那也不是說到現場會看 其實就是辦個什麼過戶什麼的之類的 像這種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他可以究竟在他的 要不然其實那我覺得也沒必要再設那麼多 感覺現在的事務所就是 我男子的 我主要就是男子的而已 你就是要來這裡 那這個在我們推動的電子化 我相信這個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是不是請主委可以答覆一下 是不是可以回去協助了解一下這個現況 那有沒有辦法來改善 謝謝議員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而且我猜社會局跟民政局都也在做 譬如說你現在就要更改一個姓名好了 我改了姓名 我正現在很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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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水電要不要順便改 他可以一起改 現在已經可以做到這一點了 那現在如果說我在這裡到社會局 他需要去check他社會局可能是中低收入 那這個護政事務所這個不一樣的 他要去check他是不是中低收入 事實上在市政府內部已經能夠 內部可以不需要再跑很多地方 那也許議員有碰到還有一些困難 這表示他要繼續努力 但是這方面是在朝這個方向在走的 我想我們可以 我剛剛講那個問題 再麻煩我們那個會裡面回去可以了解看看 是 因為我相信他們電子化也許以前的資料很多 但是我想電子化是有它的必要性 那這個對於不管資料的保存 資料的查詢 這個都有很重要的一個幫助 也許我可以請同仁把目前已經電子化 可以互通文件互通的部分整理一下 提供給議員參考 你先請坐 我是辦一個房子的過戶 那個房子過戶 就要繳什麼印花稅 又要繳土地增值稅 那因為那個房子 它本身是在A區 所以我辦這個稅 要到A區的這個稅捐處 然後房子的所有人要過戶給我的 他住在琉球 我跑到屏東的國 那是國稅局的業務 這不是市政府的管轄的 然後後來這個 它的地震又是在比較遠的地方 因為我們不是每一區都有地震事務所 那像這個我會覺得 除非你跟我說 這就都叫台書去辦 那我可能會無話可講 不過我想就現在資料這麼流通 資料這麼公開的一個時代 應該是要讓民眾更加的便利 這是我自己遇到的問題 不過確實我在地震事務所看到的 好像都是代書在代辦比較多 那像這個是可以來檢討看看 那再來就我想我把剩下來的時間 來針對我們這個參與式預算的部分 我先請教我們劉主委 你心目中的參與式預算 或者說您現在推動的 現在有在做對不對 參與式預算 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形式 那跟現在目前的預算制度有什麼不一樣 是不是請主委來 跟議員報告 其實參與式預算是整個審議式民族裡面的一部分 因為不一定所有審議式民族都針對預算 那這個是針對預算 那現在在很多個縣市 台北市新北市都已經在做 那甚至台北市編了好幾億 但是我們沒有編 我們是看很小規模的在實驗看看 那為什麼要實驗 因為現在知識大家越來越豐富 以前人民都聽政府的 現在人民他有自己的意見 我們不能不聽一定他們的 那我舉個例子用台北市來講 新北市來講 比如說他有一個節電計劃 中央有一個節電計劃 他就請大家來提案 有些人就提出 我可以到這個小朋友裡面去宣傳怎麼節電 類似這樣的節電計劃請大家提案 那通常都提案之後 經過討論之後 然後大家來互相說服 等下講高雄市還有更進一步了 高雄市還請官員進來說 你這個提案要怎麼修會比較可行 那這案子確定之後 大家來進行一個投票 那等到現在高雄市我們進行投票的時候 那些案子都已經是可行的 已經是合法的 已經是具有公益性的 所以老實講你投哪一個 影響不會很大 但是總是要一個投票的形式 因為不能那麼多案子 我們現在譬如說 我們現在有這個賓縣文化廊道有16個案子 最後顯出五案出來 那五案出來呢 譬如說哈馬興的監視器要去做見檢 這是其中一一 古山國小的遊樂設施要修繕 這也是得獎的之一 要活化這個古山里民活動中心 類似這樣的 那這些案子 一般size都不會很大 我們預想是一二十萬 最多也不會超過一百萬 那我們就希望各局處 那因為各局處的我們的同仁已經在過程有參與了 所以不是很突兀說丟給你 你要去做 所以有些也 所以這些案子都會做 會會會 好 謝謝主委 這是我們的承諾 你先請坐 你先請坐 待會我會問你我們高雄市的狀況 那主席剛才有聽到 其實哈馬興通過的幾個案子 因為好像上上禮拜投票 哈馬興跟博二有延程跟哈馬興 等於南谷山那邊有一些禮 他們個別有個別案子 我們聽到的哈馬興是監視器 校園的設施 那剛剛還有講到一個我突然 活動中心 對 其實就我的看法 因為我一直搞不懂一個東西 就是說 這個工作 我覺得這個本來就要做的 是因為預算不足呢 還是怎樣 所以我一直想不透 那包括其實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 台灣大概參與市預算 大概都是這兩三 一兩年內兩三年內 最早好像是新北市 剛剛那個我們蕭議員的投影片 有看到陳議員一起用一些建議款 那透過參與市預算的這樣一個程序 然後來做 當然參與市預算每個城市它都 因為那個程序很多元啊 那當然重點就是共識的尋求 共識的凝聚 至於要多少階段 有的可以很複雜 有的可以很簡單 還有什麼委員會 什麼什麼 那所以其實我對參與市 因為就我們台灣來講 議會政治發展到現在 我想那個趙基人在這裡 我們每天在外面相談 我們只是民眾的意見 我們總不能聽而不見吧 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其實至少在台灣 我想我們還蠻還OK 其實參與市預算 它大概在上個世紀 等於是1988年 可以說是最早提出這參與市預算的 是巴西 一個Portu Allegri這個城市 港港市 那當然他是一個工黨的 工黨的一個市長 他當選市長以後 那個時候 即便到現在 巴西什麼最有名 平民窟 平民窟 平民窟怎麼辦 他的公共建設比例 非常的之低 所以你就知道 巴西的政府預算 其實還沒辦法把所有的這個 他們民眾的生活比值提升到一個程度 那更何況是1988年 距現在已經18年前了 他們那時候就上來 他們發現說 預算都集中在比較中上階層的 那他們就試圖透過這項參與市的預算 然後呢 來改變所謂的預算的優先次序 其實即便是現在由市府在編列預算 其實就是優先次序 我去家上來 有算 那有夠當然就都做 那沒夠就是想想想想想 還是用美女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這樣 只是說 是不是更符合民意 那所以這個巴西這個 Alegry這個港式 就採用 他最早其實只有一千個人 到現在 大概有五萬個人參與 這所謂的參與市民主 那在這十幾二十年 而很多的 巴西它總共有140個城市 是採用這種 參與市預算的這種編列方式 那全球這幾年 應該我想這十年內 現在大概有1500個城市 遍佈歐亞路 歐亞非幾個大陸 歐亞非美幾個大陸的城市 1500多個城市 甚至其實就我的看法 這些也許是在比較相對開發中的國家 有需要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做 我們現在包括美國 芝加哥 紐約 歐洲一些先進城市 法國 巴黎 他們也有這種參與市的預算 來執行他們的預算 那其實 回過頭來 我還是要了解一下 到底因為票也開了 我要知道說 我們今年這幾個案子 其實也不只兵線計畫 好像也有長輩的 什麼婦女的計畫 那我們的預算 今年的預算 是編列多少 剛剛說台北市有比較多 那我們屬於實驗階段 對不對 那是不是請主委報告一下 到底我們現在是多少 這個預算多少 然後我想要知道 兵線計畫 尤其是哈馬興 它的公民參與度 投票有多少人去投 是不是請主委報告一下 跟議員報告 其實剛剛議員講的已經很完整了 這整個就是一個priority 就是優先順序的調整 而且在某些地方 本來一些不被聽到的 階級的聲音會被提高 那的確是這樣 那我們跟台北市比較不一樣 台北市一開始就編了 好像好幾億的預算 說這要做參與市預算 老實講到現在也不見得真的有做 但是我們呢 我們是講說 我們先找出這個案子之後 因為像剛剛講的 其實這些本來就是應該要做 只是優先制製的調整 那請各級處納入 今年不能納入 就納入明年的 那所以 所以目前就是評選一個方案而已 對 我們的預算是用在這個行政程序上的 對 沒錯 那我們的投票率 我們那個婦女跟高齡的 因為是前世的 其實很難宣傳 所以投票率很低 但是賓縣這個呢 我們的投票率 就那個市民來講 區里民來講 是達到3% 那3% 聽起來是低 但是芝加哥也是3% 就剛開始的時候 對 芝加哥到3年4年之後還是3% 還是3% 但是這個跟以前我小時候的里民大會 我也可以建議對不對 不一樣 我建議是你要不要聽 我們這中間高雄市跟別的六都有很大不一樣 我們中間有我們的市府的官員參議討論 所以去修正這些意見 使他更可行 這個我聽那個教授講說 這個好像是我們六都裡面 只有我們現在是這樣的 目前有公部門的人投入相關的這個 就某一個階段有加入這個 對對對 有一個階段要 共識行程的 修正那個 把那個案子弄得更可行的那一階段 我們的官員都有參議 謝謝 謝謝主委 我想我還是再補充一下 其實就現有的預算制度來看 大概從 因為我們目前大概就是 所謂的資訊分享 那可能還有諮詢 這是一個馬基教授他提的 就是預算 大概公民參與的程度可以歸納 最粗淺的就是資訊分享 我都讓你知道我才會有錢 第二就諮詢 可能有個公聽會 你們講話我會聽聽看 第三聯合決策 會考慮一些民眾的意見 第四就是現在我們講的參與式預算 就是所謂的公民創制 那我想我們其實現階段 即便我們的預算還是市府在編列 但是呢 還是有一個聯合決策的精神在 因為我相信 市政府也很尊重議會相關的建議 所以不管是今年講 明年也許就會做 這個都有考量進去 那我不是反對參與式預算 就我的看法 至少 它可以提升公民的參與率 公民的參與率 慢慢的慢慢的 這個是可以朝這樣做 那當然未來 是不是透過這樣實驗階段 那看看民眾的反應 如果民眾反應 是不是可以把預算規模擴大 其實人家在做的是 整個誤算 那些很大的 資本們 讓民眾來決定 大一點的 我相信有可能有這樣的那個 那我希望說我們在推動 不要說 讓人一樣 現在有剛才都在辦 不要說很像在 人家在辦 我們持續下去 讓更多的民眾 參與整個城市進步的 把他們意見提出來 我想 其實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那我們原則上支持 只是我一直在想不通 到底在於是預算 跟現在階段有什麼不一樣 那當然很多的不一樣 是產生在決策共識的產生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慢慢的來修正 多過一次、兩次、三次的這個 為何再延遲 往西北走國內 往二個轉 往西北走國uj 往二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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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轉 往兩轉 往西北走國內 往千走國內 不好 itan 也要 wieder 好 多謝 我們休息十分鐘